为保障民众用水安全还有检测水质变化 台东县环保局对县内饮用水的水源 加护自来水还有饮水机等水质来专案抽验 去年都完成800件水质抽样检测 水质抽验结果都符合饮用水的水质标准 由此可知台东地区水质稳定 而且供水无余请民众可以放心 水是维持人体正常运作的重要物质之一 为了确保饮用水水源水质 维护县民饮用水安全及健康 环保局历年来执行各项饮用水管理机查工作 针对县内饮用水水源自来水配水检验点 和饮用水设备等经常性办理专案机查抽验 台中县环保局在今年度节制到11月底为止 针对辖内饮用水的设备机查的200多件 那还有针对饮用水的水质机查的近百件之外 我们还针对自来水的一个水质也进行了相关抽卡的检验 达到将近500件 那这样子多的建筑 其实主要的目的还是要 为了让辖内的一个民众 拥有一个干净的水源水质以及饮用水的一个品质 水质检验不仅能保障人民的健康也能保护水生态系统和生态环境 从而有助于更好的管理和利用水资源 环保局水质专案抽验截至去年底 已经完成近800件水质抽样检测 水质抽样结果均符合饮用水水质标准 由此可知台东地区的水质稳定且供水无余 通常我们针对饮用水的水质 主要还是按照我们的法规 针对饮律还有大胆杆菌 就是几项物质对人体上面 可能会比较有危害性的一个物质 我们先去抽查 那特别是针对今年就是有好几个台风入侵台风 会造成很多的民众对灾后的一个水源的水质的一个不安的情况 我们也进行就是灾后也针对自来水的水质 以自来水公司配合就是一起 将自来水水质稳定之外 也让这样子一个水质的停滞 经过抽策之后也是安全无理的 水如果没有经过水质检验 这些带有毒素的水就可能进到人类的身体力 因此日常中水质对于生活的影响是相当重要的 透过环保局不定期针对公司场所 饮用水设备进行稽查抽样作业 让民众的饮用水安全品质多一重保障 记者杨子轩台东市报道 口加上的理想标他 Genlad量 很明律的导致 列入 particip仅 leur第一次